妙龄少女深夜出来吃烧烤 几名美国大兵突然围了上岸 满嘴的乌颜慧玉显然不怀好命 少女试图反抗 结果一下就被制服 掐住脖子压在了引擎盖上 她无力反抗只能大声呼喊救命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 凌厉的出击打得几人毫无招架之力 吴仪慧就把他们打趴下 道谢完以为得救的时候 又被一条手帕捂住了嘴笛 她是印第安第一女杀手诺拉 被绑的女人叫贝莉 她是黑帮老大科特的侄女 最近两方势力矛盾不断 诺拉想利用贝莉扳回一局 另一边 科特一大早就怒气冲冲地来到祖阁住所 贝莉彻夜未归 她以为侄女又跟祖阁在鬼混 结果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人 反而接到了印第安酋长的电话 这才知道侄女被绑架 还要逼她归还抢走的16万美金 这可把科特整郁闷了 钱又不是我抢的 怎么老盯着我不放 但酋长可不管这些 反正只要你给钱让我把账填上就行 最后科特把难题推到了祖阁身上 之前对抗兔子的时候 祖阁欠科特一个人请 这次科特要他帮忙救出侄女 但是印第安的领地不归警局管 所以只能个人名义出动 我的帮助下成功找对了位置 但里边的安保只能他来印 刚解决完一个门位 下一个出口就遇上了两 就跟打官升级似的 解决两人来到通道 这次冲进来义群 又是一轮大战爆发 终于过五关斩六将见到了最终堡 结果刚进门口都没来得及放狠话 就看到了昨晚一起翻云覆雨的诺娜 正一脸懵逼的祖阁被直接撂倒 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讲道理 酋长也明示礼 他只是和科特较紧 并不想招惹警察 就当这是给祖阁面子 很干脆的就把贝利放了 但是科特是谁 附近黑帮的领头羊 敢绑架我侄女 那我必须要去送上一份大礼 晚上酋长正在别墅炮鸳鸯浴 科特就带着人冲了进来